10年过去了 我们所受到政府的种种的限制 包括食用权 包括产业 到目前为止是一场空 我们现在一一的遇到问题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在永久屋持续生存 莫拉克风灾已过11年 然而当年政府在灾后迅速拍板定案 一次到位的永久屋政策 至今仍为受灾族人带来一连串 空间不足 产权争议 甚至无法维系部落完整性等不可逆影响 我们要盖一个男子聚会所 但是这个地方的土地使用违法 我们想要盖一个小小的部落教室 这个地幕也叫违法 这也难怪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在永久屋想家 因为我们从原乡阿里山乡 被编到帆路乡 让我们跟原乡的族人渐行渐远 当初分配房屋也是一样 只有16平 32平 可是人口不断地增加 相对我们所利用的空间 真的是不足 永久屋空间不足 迫使族人来到立院前抗议 要戳破当年政府破坏的安居乐业愿景 因为在当时由政府慈善团体 与受灾族人签订的三方契约当中 族人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 更没有房屋完整产权 导致多年来部落产业发展处处受限 我们政府都鼓励我们回原乡 种植一些我们的零下经济 但是因为三方契约被绑住 让我们部落人都没有办法回去 回到自己的土地 因此族人疾呼政府应当全面检讨 当年片面将原乡划定为安全堪与的政策 同时重新评估灾后原乡复原情形 并正视永久屋生活机能与产业发展的需求 让灾后居民能够真正获得应有的居住正义 原市新闻 吉外侠迈徐家荣立法院采访报导